MCU集漫威电影宇宙 压力太大,不得不出售了很多角色的电影改编版本 而索尼这边呢?旗下其实拥有接近900个漫威角色 其中就包括蜘蛛侠、独夜、黑猫、银雕等漫威漫画角色 那么,即将正义的独夜属于什么电影宇宙呢? 索尼刚刚给了官方的答案 这个电影宇宙被称为 和你可以理解被漫威角色的索尼宇宙 在意,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爆口 但是却精准表达了独夜、蜘蛛侠等电影的故事范畴 这样可以让先入坑的粉丝清楚地理解一些问题 比如为什么某些角色不能联动 因为漫威有些角色仅限于索尼宇宙 SUMC能否成功还要取决于即将上映的独夜 和年底上映的蜘蛛侠、新纪元 不仅蜘蛛侠、新纪元并不属于SUMC 不过这部动画电影的成功可以助力SUMC搭建